火把能否把血融化 网友们的心思很细啊 这一点游戏中确实没有 不过火把作为单纯的照片工具 不能融化血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不然真就变成地球王来了 希望我一生之年能玩到这种游戏吧 如果火车撞油罐车 油罐车会炸吗 印象中好像是有个任务 约翰让你去偷油罐车 把火车给逼停 那如果是在自由模式中 火车还会被逼停吗 火车离我还比较远 那就先开到铁轨上试试 司机的反应也很快啊 及时杀住了车 那如果缩短马车和火车之间的距离 让他来不及反应呢 正好撞到了马车中间 不是 司机你这有点过分了吧 明知道自己撞人了 还不赶紧点刹车 故意把我往死里整呗 今天我必须给你一个教训 好不开玩笑啊 为了避免刚才没炸是偶然 咱们再试一次 看来是油罐的质量太好了 火车的力量不足以破坏它 不过马车其他的木质结构 已经烂得不行了 那么问题来了 游戏中的火车转油罐车不会爆炸 那如果是现实时空中两车相撞呢 评论区有没有董哥来分析一下 第三个问题 火焰可以烧毁房子吗 熟悉而新的玩家都知道 树木和建筑大概就是游戏中最坚硬的东西了 只有在少数任务中建筑可以被破坏 自由模式中是不行的 房子虽然不能被烧毁 但是最起码可以在表面燃烧 而且砖房和木质房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和砖房相比 木房燃烧的时间更长 并且有蔓延的趋势 还有好奇的网友就问了 游戏中的帐篷可以烧吗 果然啊 帐篷的材质就是不太一样 火焰会一直蔓延 直至整个帐篷都被烧光 不过这只是表面 实际上还有很多丝状物体漂浮在空中 并且有体积碰撞 玩家无法通过 可能这就是帐篷的框架吧 看来到最后建筑还是不能被完全破坏呀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